想做什么就去做 配个送给你 人生四十才刚开始 跟玫瑰共度一生的人是帅气多金的何希 他们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玫瑰的四段感情 每一段都荡气回肠 可是能真正陪玫瑰走到最后的人 却是阳光帅气的何希 初恋庄果冻跟玫瑰也很般配 可是他们相遇相爱的时候 庄果冻满心满眼都是事业 忽略了玫瑰的感受 事后想要弥补已经晚了 而方协文算是趁虚而入 玫瑰跟他结婚多少有些赌气的成分 所有人都不看好这一对 因为方协文跟玫瑰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三观不一致注定走不到最后 傅家明是最爱玫瑰的人 两人是真正的灵魂伴侣 可惜家明患病英年早逝 留给玫瑰的只有伤痛和思念 在玫瑰四十岁的时候 遇到了年轻帅气何希 两人都喜欢极限运动 虽然有年龄差但没有代沟 何希无法自拔地爱上了玫瑰 玫瑰自己也没想到 陪她共度余生的会是何希 或许这就叫对的时间 遇到了对的人 你们是不是也很期待 玫瑰的最后一段感情 看到玫瑰真正地获得幸福 点关注不迷路 跟小编一起追剧吧 打定 感谢观看